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子下的学生 然后所以说这三本书合在一起就叫做春秋三传 那么这第二篇呢 它主要是我们第二篇的郑伯科段语言 主要选择古良传 这是两个伟大的学者 然后对春秋的同一件事情做出了不同的注解 那么这两篇有什么区别呢 左传呢 主要是从这个事实方面 从事实方面 就是跟你讲个事情 从事实方面 然后来注解了 来加以叙述的 而这个古良传呢 它主要是从那个字的解释 字的解释 还有就是意理 来解释 它两个行文风格不一样 左传侧动于事实方面来叙述 就是讲故事了 而这个主要是分析意理 分析字词 分析字词 我们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你会对这个有深刻的了解 好 我们来看 它的文章 克者和能也 这个它就是解释 这个克者啊 克者是什么意思 就正伯克断语言的克 是什么意思呢 能也能是能够战胜 和能也 那么能够战胜又是什么意思呢 能杀也 就是能够杀人啊 何以不言杀 那么既然能够杀 他弟弟为什么不说杀呢 见断之有图众也 图众就是有很多人支持公输断 因为是公输断的 有一些拥护者啊 不容易杀他 所以说不言什么呀 不言杀 断 郑伯弟也 那么公输断呢 是郑伯的弟弟 何以之 其为弟也 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郑伯的弟弟呢 杀世子 母弟 穆君 以其穆君 执其为弟也 为弟也 这里边是讲的 讲的什么意思呢 世子呢 世子 世子的本意就是 天子 诸侯的长子 称为世子 就是老大 母弟 童母的弟弟 童母的弟弟 穆君 穆呢 穆的意思是称的意思 称为君 穆君 称为君 穆君呢 就是说 凡是 这个杀世子和 童母弟弟的人 在春秋的经文上 都按照什么来称呼呢 都按国君来称呼 义其穆君 执其为弟也 就是 因为称他为郑伯 所以知道 被杀的段 是他的什么呀 弟弟 所以一看 一看郑伯这两个字 郑伯这两个字 然后就知道 那个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是弟弟 这是跟 根据当时的 写书的记载习惯 来谈这个事的 段 弟也 而伏位之弟 那么 既然段 公书段是他弟弟 但是又不直接称弟 他不说 郑伯克 弟 段于焉 他不这样说 不直接称他为弟弟 为什么 公子也 而伏位之公子 既然是公子 却不称他为公子 这什么意思 贬之也 这什么呀 这是贬义 贬义他的意思 就是贬低他的意思 段 施子弟之道 公书段 因为不遵守 做子弟的规则 他去抢他哥哥的什么呀 国君之位 贱段 而甚正伯也 轻视段 的 轻视这个段 贱就是轻视的意思 轻视公书段 而甚正伯也 甚那是格外的意思 而且也格外的强调了 对正伯的轻视 就是对这兄弟两个都很轻视 和甚乎正伯 强调轻视正伯干什么 甚正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 就是鄙视 为什么会鄙视正伯 因为正伯平日里怎么样 处心积虑 要和自己的弟弟置于死地 这这样的一个罪责 这样的罪责 鱼烟远也 经文上说鱼烟 是表示路远的意思 鱼烟表示什么 路远 就是很遥远 优越 娶之其母之怀中 而杀之 云尔 甚之也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正伯要追到很远的地方 去追杀他的弟弟 等于说 是从他母亲的怀抱中 脱出来杀掉一样 这是强调他的罪责深重 甚之也 强调正伯的罪责深重 就是自己的亲弟弟 跑那么远 还要抓住把他杀掉 这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取之 欺母之怀中而杀之 把他从母亲的怀抱中 脱出来杀掉 是一样的 然则为正伯者 亦奈何 那么对正伯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呢 缓追义贼 就是不要去穷追猛打 义贼 并且可以怎么样 放掉他 义贼呢 就是放掉乱臣 放掉 意思说就应该放掉公书段 放掉这个公书段 缓追呢 就是缓的就是不要穷追猛打 不要追的他 没有道路 这是为什么原因呢 亲亲之道也 亲亲之道 这才是把亲兄弟当作亲兄弟对待的正确方法 亲亲之道 亲这是动词 这是名词 亲亲之道 这才是把亲兄弟当作亲亲兄弟对待的正确方法 其实在古良传对这一段的解释呢 在左传当中呢 左秋名呢 也有所提及啊 也有所提及 但是两个的叙述啊 叙述的侧重点不同 侧重点是不同的 然后第一个侧重于事实 或者是叫做故事的叙述 要把这个事叙述完整 第二个呢 主要是侧重于义里的分析啊 义里分析 主要从字词来分析的啊 如果你单独直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或许就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有了左传的那一篇之后 这两篇结合起来 你完全就能够理解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好 这就是 这就是第二篇正博客端语言的大致情况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